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欢迎来到我们新闻名律师事务所的关于绿卡签证一系列的讲座频道 今天讲座的题目是H1B签证申请的材料和注意事项 大家知道H1B是在美国使用的一种主要的工作签证 比如说如果是留学生在美国毕业以后 很多人用H1B签证在美国工作 然后过后可以拿到绿卡在美国生活 当然了也有一些人可以从中国直接申请H1B来美国工作 或者原来是用这签证作为访问学者 在这签证豁免以后用H1B工作 那么很多人经常问的 就是H1B签证需要什么材料 有多少费用 要多久 有什么注意事项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大家知道H1B有一个名额限制 对于需要抽签的 比如说你在公司里面工作 像这样一共有8万5千个名额 其中有6万5千个名额 是对所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人都开放的 还有2万个名额是留给在美国取得了硕士以上学位的人的 另外还有一些不用筹签的名额 包括在大学科研单位做科研相关的工作 如果说在大学做比如会计工作 这个不能符合要求 就是说不光要看雇主还要看你工作的性质 如果一般来说是研究性质等等像这样的 那么就可以不用筹签是在大学里面 那么另外已经过去拿过H1B签证的 如果申请新的 不管是延期还是换到其他雇主那里 这样也可以不用筹签 后者就是一些人经常提到的所谓叫H1B transfer 有时候有人会问到说我要transfer我的H1B 那么和以前申请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这个简单来说和新申请H1B是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在于你就不用筹签了 其他的步骤一会我们要讲到的这些劳工部和移民局的步骤 还是同样要走一遍 费用也都要有 另外大家知道根据移民局最近的规定 现在H1B transfer也不能够用加速审理 所以如果你在A公司工作要换到B公司 你的申请提交以后 如果B公司同意 当然你就可以开始在B公司用新的H1B判定的身份来工作 但是你新的H1B要批准可能还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那么具体的申请步骤 第一步要向劳工部来提交这个叫LCA 这个表叫ETA9035表 提交以后一般来说要一两周批准 如果这个雇主此前从来没有申请过H1B 有的时候要的时间要长一点 因为劳工部先需要核实这个雇主的身份材料 但一般来说用不了太久 而且小的公司也可以 我们律锁自己以及我们为一些客户 比如有的公司只有两三个人 不到十个人提交H1B 只要在其他方面符合要求也是可以得到批准的 那么在这个LCA步骤判定的同时 这个申请人以及律师公司 就都可以同时准备材料 准备申请的写作Petition Letter 来为后面的步骤 那么后面要交I129表 要提交到USCIS到美国移民局 这个提交以后 如果用Regular Processing 目前看起来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来处理 如果用加速审理呢 移民局需要另外收费 可以在15天内得到处理 但是像刚才讲到 目前很多呢 比如你第一次申请H1B 或者从一个公司换到另一个公司 现在按照移民局的规定 都不能使用加速审理 不能用PP OK上面是申请步骤 那么费用呢 一般来说 这个费用的LCA这一步 向劳工部申请不用收费 这个129表呢 移民局收费460美元 然后呢 还有什么其他费用呢 有一个ACWIA fee 这个费用呢 理论上是用来培育 美国工人的培训的 那么对于小公司 不到25个雇员的 这个费用呢 是750美元 对于超过25个雇员的呢 这个费用是1500美元 另外呢 还有一个这个防诈期的 anti-fraud fee 要500美元 都加起来呢 对于25人以下的小公司 申请H1B呢 要1710美元 呃 我们刚才讲到呢 这个目前新的H1B申请 大部分呢 不能用加速审理 如果说对于能使用加速审理的 呃 这个呢 还要另外付给移民局 1410美元的PP的费用 好这个是费用 那么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 对雇主来说 首先呢 要有一个财力证明的材料 要证明了雇主能够付 previllium wage雇员的工资 另外呢 雇主需要提供专业工作 还要符合雇员的专业背景 那么举一个例子 如果雇主是电商公司 说你做客服工作 那么这个呢 不好说是需要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专业工作 但是如果你是设计公司网站架构 这方面呢 那么就呢 有可能是需要大学以上的学历的工作 那么当然了 如果你的背景 原来就是information system 那可能可以 如果你原来比如说是学会计的 但是做的是计算机的工作 那么不是完全不可以 所以这个呢 还要看成绩单 然后要和专业背景要联系上 这是雇主方面 雇员方面呢 雇员需要提供毕业证书 或者学位证书 diploma 还有呢 刚才提到成绩单 transcript 当然了 雇员要提供他的简历 然后呢 还有如果有其他的材料 比如说过去的其他证书 工作经验等等 证明呢 雇员呢 能够胜任这一个专业工作 当然了 这个雇主呢 还需要同意付给这个prevailing wage 不能说雇H&B的雇员 相应的呢 来压低这个工资 这个劳工部呢 专门有具体的 非常详细的规定 就是你在什么地方工作 做哪一种工种 这个工资 需要在什么数字 以上 大家知道呢 过去一年里 有的H&B申请呢 因为说 level 1 位置的问题 或者specialty job 的问题 或者job availability 等等的问题 然后有比以前更多的IFE和denial 这个呢 尤其是针对一些所谓的IT consulting公司 比如说它这些人力资源公司 这个公司雇了人以后呢 把它派到全美国各地 天南海北的client site去工作 这样呢 就是雇主所在地和你实际工作所在地不一样 另外还涉及到一些其他公司内部运作的方面的情况 这种呢 可能有时候比其他的申请更难批准 但是我们感觉呢 最近几个月呢 形势比以前要好一些 我们有一些收到IFE的申请 律所在回复以后呢 为客户提供的这种申请 都最近得到了批准 有的呢 IFE看着很吓人 问了很多问题 但是呢 我们一一的回复 尤其是讲到说 这个工作为什么是一个专业工作 为什么要本科以上学历等等 然后提供了相应的解释和证据以后呢 都得到了批准 那么最后呢 我们要讲一下呢 就是大家知道H1B呢 是工作签证 那么本身不是绿卡 对吧 这个可以拿六年 另外呢你在这六年里面呢 如果已经开始了绿卡申请的步骤 达到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 H1B呢还可以再延期下去 一般呢可以延期到一直 你拿到绿卡为止 如果说雇主支持的绿卡呢 大家知道这个叫PORM 我们另外呢 有关于PORM的视频 这个H1B呢 像刚才讲的 关键要不要批准呢 这个是由移民局审理这个I129表来决定的 而PORM呢 关键步骤呢 是看劳工部是否批准 所以呢 这是不同的政府机构 根据我们的经验观察 实际上呢 这个PORM申请虽然是为绿卡的 但是因为主要在劳工部进行 所以有的时候呢 反而相对来说容易批准 这个PORM绿卡申请呢 雇主什么时候都可以为雇员来办 不一定呢 非要等到H1B批准 或者生效以后才开始办 当然了 从雇主的角度来说 因为PORM呢 也要有这个程序 花时间 还有费用 包括律师费 按照劳工部的规定 这个费用呢 必须要由雇主来出 不能由雇员来出 所以呢 雇员当然也需要相应的 有工作的成果 这样呢 一般雇主可以为雇员申请这种工作签证 以及PORM的绿卡 好 有很多人呢 经常问我们 关于这个H1B工作签证的 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这个讲座 讲了H1B申请 需要什么材料 需要什么步骤 有什么注意事项 然后呢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联系我们 好 谢谢大家